各位朋友 我們要學會怎麼樣去看 食物後面的營養標誌 最重要的是這個份數 每份 到底有幾份 妳吃了多少 妳吃了多少 就是乘以幾倍 這個很重要 我們剛剛提到這種 鈉含量比較高的 像小魚乾 魷魚絲 這一些都是屬於這種 乾燥的食品 在重要材裡面 大部分都是要風乾對不對 會有鈉含量的問題嗎 對 其實我們大家也覺得 中藥是最溫和的 藥性最溫和的 事實上其實我們 就像主持人提到的 現在中藥一般都是 從大陸進口的 一般它也有乾燥的問題 基本上 最基本的就是妳一定要煮過 不能直接泡一泡就來喝了 我舉幾個例子 我們現在手邊看到這個黃黃的 這夠鹹 這是什麼呢 就是乾草 就幾乎美味藥 或是燉藥排骨都會用的 像有發現 中藥用最常的 並不是我們中醫界 是那種 是一些食補的 對 食補的 就是藥膳的 對 並不是我們中醫 就是說 其實這乾草夠平常的 其實這乾草它本身就是有 天然類物存的成分 腎上腺皮質荷爾蒙的成分 吃多容易怎麼樣 就容易水腫 容易四肢無力 然後就容易血壓飆高 所以乾草是不能吃太多的 那裡面就是很多的 再來一個就是我們在 可能在老師或在選舉的時候 很像橄欖的它是胖大海 就發酵會 胖大海是蓬大海嗎 蓬大海 一樣的 蓬大海就胖大海 這裡面很多人吃 也會有皮膚過敏的 我把它這樣拿一顆 可能大家像主任看到 覺得像橄欖的 可是蓬大海是鹹的嗎 它本身也是有鈉離子 而且吃多了 就皮膚會很... 而且還沒有很鹹耶 沒有感覺有鹹 它是少量的 可能真的是我們泡了三千CC的 如果泡三百CC的蓬大海 就很鹹 所以其實我們還有一件 就是像葉子的是什麼呢 叫銀杏葉 銀杏葉 銀杏葉 像一片葉子這樣銀杏葉 這個吃那種所謂手麻的 一般老人家說手麻 趕快吃銀杏葉 對心血管 是它本身它也是有微量的神經毒 也是有跟這個鈉也有關係的 假如吃多的話 你手就會抖 手就會抖然後水腫 或者是會覺得這個知覺的問題 其實很多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應該很在乎就是說 相信這些數字要相信自己 什麼要相信自己呢 就是說我們 是讓我們的五官 給我們很好的功能 譬如說我們在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要入口你要先看 看這個顏色有沒有變質 用我們的姿勢看 然後主要調調 用舌頭去味覺 有沒有太鹹太甜 其實你專心去感覺 事實上過鹹過甜 我想也是不見得 不會輸給數字上的敏感 吃上去也要吃太甜 會吃太鹹 會噁心 會口乾舌燥 都可以用的 其實我還可以推廣 所以中藥材 一定要在專業的中醫師的建議之下 才可以使用的 有幾味藥 我想說大家有說為什麼要加鹹呢 為什麼要加鹹 就是希望能夠調味 其實我們現在還在冬天當中 很多人就要燉排骨 為什麼要燉呢 就是我們可以不用加太多鹽巴 我們就來加這個 有幾味藥 像這叫肉桂 這叫肉桂 肉桂 這個肉桂很香的 這個叫做八角茴香 八角 八角茴香 這也是很好 都是研究過 都很低 都是算千 八角肉桂 每一百克都是不到幾十以內的 就研究過八角茴香 用它們來提味 對 大家這當歸就更常見了 這當歸 這當歸更常見了 其實有一位 為什麼藥燉排骨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跟不好 或者有沒有解那個油膩 是差在哪一味 就要差在這一味藥 像一顆一顆種子類的 這叫肉豆蔻 很多藥燉排骨裡面 或是藥膳類 那個味道有沒有很香 有沒有去掉那些心臭的味道 就是差在這一味 關鍵的人物 所以這都是比較 可以去掉味道的 假如說夏天馬上來了 假如說不想用這個 那麼重的味道 這叫紫酥 叫紫酥 這都是我們很多料理 日本料理都有紫酥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 鹽不用加 我們可以加這種 很一般天然的 譬如說醋 薑 蒜 這些都是天然的 可以來取代我們這些 有高鹽分的調味料 是 好 看完了重量級的 這個納含量的食物之後 我們來看看中量級的 有哪一些食物 來 這些蛋攪貢丸 魚丸 肉燥香腸 番茄醬 豬肉鬆 鮭魚鬆 豬肉乾 共同的特色就是 都是加工食品 還有特別要談到一下 這些重量級的 不像剛剛重量級的 那個什麼 那個雞湯塊 我們不會吃一整個 你可以看 像這個香腸 我們可能會吃個 絕對超過一百公尺 對不對 貢丸你看兩、三粒 對不對 我們每次喝貢丸湯 就是四粒對不對 吃個火鍋 對不對 吃個十幾粒 對 蛋攪你看吃個十來顆的 危險啊 對 都有機會 這個時候它的量 相對的量就很高了 是 OK 好 所以這一些食物 其實我覺得是 比剛剛那個重量級的 對 要特別特別注意的 尤其是丸類 我要特別提醒 這種丸類 很多吃素的人 他會吃到像這一種 加工的丸類 那這邊這樣幾顆 大概是這個 100克的兩倍多 所以大概你這邊 還要再乘以2.5 所以乘出來都是過千的 所以其實這個丸的部分 其實它吃起來也不鹹啊 有沒有 確認它 如果它沒有用 而且如果它像吃素人 它可能用一點紅燒 然後用一點醬醋 對 醬醋 你看看它幾顆 就已經超過100了 對 所以其實這個 才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你看吃到飽的火鍋 你看到這個蛋攪貢丸 這都在裡面耶 全部都在裡面 它就算不喝湯好了 它把這些食材吃進去 它的攝取量也都超過了 如果它一個禮拜可能平凡 三 四次都這樣吃的話 對 一個晚上如果吃 就是一個禮拜有三天晚上 出去吃那個小火鍋 你看看這些蛋攪貢丸 就吃了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是外食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它 它的鹽是怎麼加的 對 所以會很傷腦筋 所以難怪很多人都說 吃到飽了不要嘗試肉 你在自己家裡面加鹽的時候 你有時候手還會 收一下 可是我們最簡單的 我們到那個外面店 或者是吃那個燙青菜 本來都是很好的 可是到最後這麼一勺鹽一勺油 全部都破功了 它在一草胃筋 其實我自己 剛剛有個重量級的吶含量 裡面有個胃筋這個東西 胃筋 對 我自己是一個 會對胃筋過敏的人 中國在你餐廳 對 就叫做中國餐廳 鎮後群嘛 然後我從小就對胃筋 我不知道對什麼過敏 只要去吃板的 吃板的 然後我們三個小孩子全部發作 那種發作是從脊椎 一直痠痠痠痠痠痠痠 痠痠到整個下巴 然後三個小 我們家三兄妹就在地上打滾 非常痛苦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 怎麼你們每個人去吃青菜 回來都變這樣子 都吃太好 吃太多了 沒有 就是那個 到最後都會喝湯嘛 湯裡頭以前都是 大拔大拔的味精放進去 才會鮮嘛 對 才會鮮 味道才好喝 然後我們把湯喝完了 我們就發作 我媽就說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時候還沒有 中國餐廳中後群 這個東西出現的時候 雖然不知道什麼東西 但我媽媽不發覺觀察說 你們都是喝湯出問題的 於是就叫我們三個小朋友喝湯 的確好很多 好多了 可是常常會到第二道菜 我們又發作了 第二道會來羹 那羹裡頭 放好多好多味精 然後第二道菜 因為肚子很餓 瞬間吸收 我沒有發作 所以我現在越來越知道說 我不能吃任何有關 有一點味精的東西 輕則我會覺得口乾舌早 就跟剛剛羅醫師講的 你身體會告訴你自己 當你這一餐吃完了 你必須喝很多很多水的時候 當你這包牛肉乾吃完 你要去喝很多很多水的時候 當你蜜餞吃完 喝很多很多水的時候 你就知道應該過量了 過量 那過量對於小孩子來講 應該是更嚴重的 更不好 其實如果你去吃烤肉 有一些烤肉店 它是已經醃好的 比如說它把肉都已經用醬油 或調味料醃好 這種的話它的鹽分就特別高 如果你自己再加烤肉 其實我們會建議 如果你要 要不然就不要醃 可是不要醃又有個問題 你烤的時候你又會加烤肉醬 烤肉醬 對 我們後來